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白为大家带来的植物大眼镜师 那么今天呢咱们继续上一次的冒险是 屋顶站的第六关 也就是那个讨厌 就是讨厌的食人花 那一关的后院 然后得了个这个东西 得了个蒜头龟 大蒜 有一部分的小伙伴 就是私心 好久没看到您亲爱的后妻了 那后妻大大在哪呢 是不是后妻大大看 看你长得太帅 然后弃你而去了呢 没有 是因为我听说他身体 你们知道 年老体弱 我就行着行着算了算了 给他放个长假 没想到这一放 就是两个月 他不过没有关系 你们下一期视频 应该就能看见 你们亲爱的后妻小姐姐了 亲爱的后妻小姐 还没想到这个地方 这只可不需要 僵尸走到一半吃 住屋没种好这件事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很好玩的套路 我就种一排 这个卷心菜 然后我其余的就都种玉米 这样既有一个稳定的输出 然后还有一个稳定的控制 简直完美 简 我去 看 因为上次 发完视频了之后 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这个植物 发现 这个家伙投黄油的时候 它的那个 这个黄油的伤害和这个卷心菜的伤害差不多 但当这货丢的是玉米粒的时候 比 比卷心菜稍微弱一点 然后估计就会有人在弹幕里头问了 啊大白 那植物图鉴是干什么用的 抱歉 我英语不好 看不懂 我英语几乎为零 实用性的英语几乎为零 看这不就这多骚啊 是不是 看见没有阳光 阳光产量不断 源源不断 诶 这怎么还来个车呢 哇 这个车可以啊 攻我后路啊 切我后排 有意思 有意思 那我就得 那我就得这个地方种一排那个花盆了 来防着那个 偷 偷 切后排的 你看一排三个 你看一条防线上三个玉米 啊 这概率多大 丢黄油的情况多大 是不是 然后就中这些就够了 就中这四个 这四个就够了 然后 等着 等着 等那辆 等那辆车过来 我都啥也没想 居然爆润石了 好骚气啊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一下 这一个钻石出来 到底概率得有多大 有没有哪位弹幕大神仙 告诉我一下 这个概率能有多大 一线 FO 中是 哇 哦 被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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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被刺 被刺 被刺 流动 死 把这些 被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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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以为我是强迫证吗 我告诉你不是的 我不是强迫证的 该不会 我看我视频的有强迫证吗 那不管 我不是强迫证的 哎呀 太舒服了 我想啊 这个 这两个东西 这个25和这个50的 必须要拿的 保护区 也就是说 他能防着 这个棋后排的是吗 就是把他后排的 那个丢过来的这个球 给他顶飞是吧 那差不多 这个还有这个 无解 这些东西 是什么 你呢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是什么 是什么 我来不关系 是什么 我用这试试 因为他这个地方 他之前在选之前看了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保护临近的植物 也就说白了 就这货就和那个 建国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他不会攻击的 他不是攻击类植物 那就是说我得浪费一些格子来中他们来保护自己了 就是这个意思 是 是 好 好 真是个亏味买卖 摆一下又不死 摆一下 起叮 起叮 ять 我 我是 wait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诶,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中这个东西占了一个格子,那是 行吧行吧,物有所值 但这不会 我中 但这让我会 折损一个格子的兵力 是不是,我得 为了中这个东西,我得赔了自己一个格子的兵力 气候排带来了,这回我不怕 话说回来,这家伙好像能被黄油 看见没有,就是被黄油给套住 它要是能被黄油套住的话 那我想到了一个好玩的 就是你想啊,既然 黄油对 这个透视车的有效 那能不能对那个冰车的有效呢 就是咱们在泳石的时候 开一个学 开一个那个 学车 然后留下一冰袋的那个 我在想那家伙 对那家伙会不会有点用 如果对那家伙也有用的话 那完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个神卡 绝对是神卡 我吹爆 我不知道这个家伙能不能 就是在最后一波空袭来的时候 也能把那帮空袭的给顶回去 如果那样也行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应该是我在房顶上 带的除了土豆和窝窝之外 第三个神器 第三个必须品 啊不对,花盆 花盆不算 花盆那是必须中的必须 那是一定要带的 你不带你就只能中三牌 你拿什么来打将士 所以我不把它算在那里 这块重要 因为刚才先投入测试 我已经知道 这货 这货能挡住9格以内的范围 烧着 把轮胎都给他烧 烧爆 火电 火电不要 保护我方 李云龙 你以为我会说 火火散吗? 不会的 我会说李云龙的 这货中 没能顶回去 那好了 那他就是神器 这就是神器 这一百块钱 木美价廉 简直神器的一匹 我吹爆他 这个花 这个花不是咱们之前 在花园里 就是养出来的这个花吗 如果我没错的话 这个家伙 给你少量 给你炎制的 或者是精致的 硬币 所以说 这个也是一个 没有用的植物 没有任何攻击作用 但不过这个地方 有个 这个的话 我想一下 那这个 就先不带了 就不能带他了 我得 我觉得 这个家伙体型大 不太好对付 所以呢 我就要挑一堆辅助 就是这次 完了 我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哎呀 啊 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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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 我刚才我吓到了 我还以为我 我忘带土豆了 这个是个神器 你还带着 我既然不太好 我回来 我们会来 就不要 那 太手殘了 白虾阳光 這個先不著急 這一關 中三排這個 然後一旦到了房牙上就立刻換成那個技巧 直接火力壓制 因為我感覺那個傢伙不太好打 那個傢伙個子大 然後好像背上還有個什麼小東西來著 手殘缺 我們在那邊 3個ствен0個 2個 3個 4個 4個 3個 这关必须严谨 必须要精打细算 虽然到最后如果实在拦不住那个家伙的话 还有和小推圈可以一血牵持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谨慎为妙 如果想射力的话 嗯 第一波他应该不会来吧 那个家伙个子太大了 应该不会来的 哎呀那我就完了 我防御还没建好呢 他应该不会来 应该不会 应该再当第二波他才能来 最后一波的时候他才能来 开什么国际玩笑 现在就来 定住定住 哎对看见没有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哎呀 哎完美 我太骚了 成功 成功瓦解危机物 我简直牛皮的不行 那最后一波是不是得空降呢 哎呀令人头疼 空降呢 是最烦热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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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能不能在那家伙来买之前 把防线彻底铺好 这是个问题 我现在只求他别从最底下那一排出来 他说在最底下那一排出来 我防线没搭完 行了 关键的时候来了空袭会在什么地方出来 没事 没事 在这没事 我 赢了 赢了 怎么说 骚气 这应该是我目前 就是所有我得到的植物里头 价格最昂贵的一种 一个植物了 大西瓜 还有这个东西 要不要这么惊悚 我天 还有个这个东西 怎么办 拿个这个 得拿个这个 这个必须得拿 有他就得拿这个 有他的话 得这个 这个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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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拿掉 我换个这个 这一关 应该是最后 大战前的最后一关 因为这个地方几乎 几乎是我见过的 我能在屋顶上 见到过的僵尸 应该都来了 所以这关应该是最 最靠脑子来的 也就是最 也就是最需要 精打细算的 一关 应该就是这个 好了 生产线几乎完成了 现在就是要等 这个东西 这关应该是最后一关 我想放一个大西伙试试 哇 哇两下 两下就把他的帽子砸歪了 那这巨骚 不愧是 不愧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色 砸没了 行 我想想哈 规划一下 哦这个东西还有建设效果呀 那这更厉害了 一分价钱一分货色 这不是吹的 这管儿简直巨骚 我又给他吹爆 好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波 第一波要来 这波同时三波 我看看 现在防御最缺的是哪 下边 第二排和下边 先中到最下 先中到最下边 因为最下边有这个大铁帽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差一百 给我一百 还差两个 给我两个阳光 就两个 你先吃着 不着急 正因为这个西瓜 故意而且厉害 我就得必须 想法设法来保护它 不然的话就废了 先白下三百块钱不说 还损失了一个特别大的战斗力 来了呀 这关音 这第二波应该 那个大 那个大家伙应该就来了 没来 他没来 他没来起不更好 没关系 我早就搭好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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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偷着你偷啊 他为什么会在这一排来啊 这不 去鬼去鬼 等会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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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诶 诶 他以为要亏死了 诶 压死你真实 哇 不容易啊 天哪 这个英语字写的不错 应该是拿那个平行笔写的 或者不是平行笔 我也说不好 这个英语字写的不错 一看就是有文化的僵尸 我要英语字写那么好 我告诉你我作文绝对是 我作文绝对满分 这应该就是大决战了 一定是大决战 天都不一样 和这个大家伙了 有意思 哇 这个BGM瞬间燃起来了 我天 嗯 我对自己做罢子 你没有什么 我对自己做罢子 你没有什么 我对自己做罢子 我就是 biz人 帮我呈死我了 我对自己做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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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拖这个球子在这 能能用这个吗 就是用这个 行我懂了 了解了解了解情况 你还敢下来 咱俩谈笑风生 搞死你真是 但这样也得看出来一个方法就是 我必须得留一个 我必须得留一个 冰 冰蘑菇和这个辣椒 要不然的话 他要是下来的话 我不知道他会整哪一个球 整的 吐的是什么颜色的球 在不知道的情况 这样是最酷一的 来了来了 等会儿 完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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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一时兴起忘了 快快快快快 干什么 别偷我 别偷我 滑 巨魁 而且我现在好像还没有 来了来了 来了不慌 来了这个就不慌了 那这个得保住他 保不住就巨亏了 你来 你这不是走 自己算死 别走 好吧好吧 你还能干什么 过去 撇车子 哇 还能这么耍无赖 太无赖了 我天哪 打不过就耍车子 嗯 我去 不是吧 别动 吽 滚 你要下来啊 不是你下来我搞死你 真是 动作 下来我搞死你啊 小伙子咱们来弹训我风筝 弹训我风筝 弹训我风筝 你弹呢 你弹训我风筝 留着 真整机 别动我车 别别别动我 别动我植物 我看你还能耍出什么滑车子 你除了会放点僵尸 还有会吐两个球之外 你刚刚干点啥 啊 来来来 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你还有什么能耐 你够所服 这个能耐不小 就能耐不小 也跑 也想跑 赢了 哇 通关了 嗯 嗯嗯 行啊 你赢了 我们不会再吃脑子了 但我们只想和你们做一个音乐专辑 仅起僵尸 那么 竹大人僵尸系列 就此完结 嗯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妨在视频下方点赞 硬币 关注 我是大白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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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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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